就害了人又害了人 對 然後就因為學會錄音軟體之後 我們就是在編東西 就可以一段一段的去編寫這樣子 然後我就做了很多錯誤的事情 就是例如說我沒有想到 這句接這句會是接不起來的 對 就是 就是這句 這句 那我個人現在做到可能60%好了 那我那時候剛發出來的時候 我做到的程度是0% 所以呢我那時候一發片 我就去求救我的貝斯老師 就是宇宙人的貝斯手 我就說老師拜託你 我就去你家 然後你教我一個小時這樣子 然後結果我的老師啊 就是到了之後就說 來哪一段你放給我聽聽看 然後我就放 然後他就大概在30秒內就彈的 就是百分之百正確 就是 然後我就 就因為非常的挫敗嘛 我就之後都一直跟他聊一些 宇宙人的新專輯啊 所以實際上課唱了多久 沒有啦 實際上課就是 我 他跟我講一些技巧 然後我就在那邊狂敲 然後就跟他聊宇宙人的新專輯這樣 沒有聽到 聊宇宙人的新專輯 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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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沒有那麼白痴 就是就是這樣這樣敲 然後這樣這樣這樣弄這樣 然後他真的是 但是馬上就把我的缺點都指出來了 是一個好老師 對 現在一直跟我們要演出的歌曲是正起 然後也就是等一下管樂要全部都放的這個部分這樣 然後 呃 其實戴上底招在國內 因為 演出的時候 其實都會覺得國內有好多好多我們很喜歡的 創作者或者是音樂人 然後我們就 找盡辦法把他們帶出去國外 讓 就是台灣人聽聽看台灣有這麼多厲害的人 然後其實就是 像今天有一個我們的德國樂名 就是他是 他就是從德國就是 他在德國看過我們演出 然後之後就 選擇了要來 要去高雄然後 做交換 然後所以我就會一直覺得 戴上底招在 我們在演出的時候 有時候就很單純只是我們在表演 但我們有點像那個外教小尖兵 就在世界上變化還跑不去 然後因為像我們去深圳的時候 那種很年輕很年輕的樂迷就跟我說 欸我看過 我去查你們的資料 你們在 之前有修團一年耶 為什麼啊 然後我就 因為我們要當兵 那為什麼你們要當兵呢 因為我們有一些 敵人 那你們的敵人是誰啊 呃 我們自己 哈哈哈哈 你還要講我們自己 沒有沒有 我當下是認真 就是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他 對所以就是我覺得就是在 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 就我覺得音樂人真的是在 一線的在做外教 因為你會碰到很多很多 喜歡你的人 然後喜歡你的人 有時候甚至不知道你是台灣來的 但是他就去了解你的歷史 然後就會了解到 你的生活的文化是怎樣 對 對 所以我們是外教小千兵 對 外教小千兵 所以下一首歌也是要扮演 外教小千兵的角色 歌曲叫做正翅 好